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标股偷爱车 我是不是松 但很轻松 挣大钱 今天的指数又涨了28点 我不需要去跟你分析今天涨了几点 那个没有意义啊 跟你说 今天开几点啊 又开几点啊 那个太肤浅了 我要告诉你的是内容 你会发现 前天它也涨 昨天也涨 今天继续涨 虽然涨的都不多 但是呢 还是有人会怕 不要买股票 所以我要告诉你是什么 不是告诉你盘面上今天涨了几点 什么股票涨几百 而是要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行情 你才敢买股票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让你看到未来嘛 我才有法做你的课算嘛 我为什么做你的课算啊 当台股崩盘的时候 我会叫你买股票 利用大跌的机会 我们又开始大买了 为什么要买 你不觉得很奇怪嘛 大家都在买股票 我都利空耶 哎呦 真恐怖耶 哎呦 怕死人哦 可是你要知道啊 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所有人都看到了 请问你告诉我 你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我选择开始大买股票 我们不要说今天开几点啦 早点开几点 前天涨几点 讲那些都没有用 而是你买了什么股票 你为什么要买股票 这才是重点嘛 好 来 我问各位 他要跌难道你不知道吗 他要跌之前 他都有跟你预告哦 老师 你敢有说 来 连续上工五天 要回了 好 重点来了 回 我们都知道 重点是回 你要做什么事情嘛 回 我们要买股票 那回你要做什么事情 来 你会说老师啊 不过这两天 大家都在贸易大战 对不对 像美国去200几点也没效啊 今天台股也只去28点啊 渣拌都在盘下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要告诉你为什么 这就是你看我节目的目的嘛 的原因嘛 对不对 好 重点来了 今天全市场 过去这几天啊 全市场每天都 每个人都在关心贸易大战 对不对 贸易战关税 好 来 重点来了 准备要进入9月份哦 所以很重要哦 因为大家都要摒息一旦 要不要磕吗 要不要磕嘛 所以结论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磕 不然就是不磕 对不对 好 我们先讲不磕啦 不磕只有两个 两个 两个走势啦 一个就是取消 或者延后 所以才没磕嘛 好 那我要跟你讲哦 取消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啦 以我对川普的了解是不可能啦 那延后或许有机会啦 那只要是取消或延后 台北股市一定大 全世界全球股市 就直接喷出了哦 听懂哦 只要是取消或延后 你不用猜啦 美股一定先大涨 然后带动全球股市 全部都大涨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觉得要磕啊 所以我们先不讨论这个 我们先来看最坏的情况 最坏的状况是什么 9月一进入9月开始 9月份之后 确定要加税的 确定要调高关税的 好 重点来哦 最坏的情况哦 9月要加税哦 已经先反应过了 我问各位 有没有反应了 是不是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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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几天指数 涨不大上去 也是在反应 大家都担心要加税了 好 是不是他 他已经都在反应了 已经先反应过了嘛 所以当他确定要加的时候 顶多当下 大震一下 那就是要喷出了 因为他会利空出境 好那重点来咯 结论来咯 最坏的状况 要加税 他要喷出 那如果是取消或延后 直接喷出 那结论是什么 就是要喷出啦 那我问各位 你在担心什么 既然他都要喷出 你在担心什么 所以我当初就告诉你了 你家 这里的时候 为什么要买股票 到处都是机会 到处都是买点 老师真的有 到处都是买点吗 我当时怎么跟你讲的 这里千万不要怕 别人不敢买 我带你大买 让我来做你的课算 对不对 我叫你买股票 对不对 为什么这里要买 为什么这里还要买 为什么这里要继续买 因为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我当时我就告诉你了 我在买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了 贸易战 贸易战 还打得不够精彩 我们要的是什么 利空淬炼底部 当你都知道这件事情 我问各位 打下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怕 打下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怕 因为你都知道 中间一定会有什么 一定还会有怎么样 川普一定还会讲话 所以贸易战还打不够精彩 所以我们要利空淬炼底部 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8月的动荡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国安基金 政府会买股票 那你说老师啊 因为他们要护盘啊 我要先讲 我要先告诉你 政府要护盘根本没那个必要 他根本不需要护盘啊 那有人在万点护盘的 对不对 那我问各位 他不护盘他为什么要买股票 为什么要在万点以上买股票 一定有他的原因跟理由嘛 除了经济 就是景气真的 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嘛 我们的GDP还是往上调升的哦 而且台商都回来台湾了哦 大家都给你倒住哦 为什么政府要买股票 老师他们要护盘 那你就错了 这里多钱啦 数千亿的银蛋摆在那边啦 他们不可能不买股票 全部都摆在那里嘛 利率越来越低 会怎么样 他们也要捡便宜啊 他们也要来赚钱啊 你没买没关系 他一定会买 所以为什么大跌他要买股票 我说哦 他们是聪明人 他们是有智慧的人啊 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智慧 每次跌下来谁在买股票 那你要不要跟他们一样 所以啊 你说为什么政府 政府金赚三千六百亿 从哪里赚来的 从这边赚来的啦 从这里大跌的时候赚来的啦 对不对 所以你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有些人跟你想的不一样嘛 有些人在想什么 你去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都不用怕 我们都不怕 你要知道哦 川普明明知道先贸易大战一定大跌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都解释过了嘛 我就不再赘述了哦 所以结论来了 所以他都不怕了 我们为什么要怕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都不怕 他都不担心 你都一直担心 担心半天 你在担心什么 我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结论来了 现在唯一能够影响台北股市 全球股市最大的变数跟因子 就剩下利率 对不对 好那我告诉你 结论就是慢慢降 分泌降一直降 动能就会源源不绝 你现在看不出来哦 人子就在开始加温 开始在往上攻的时候 所有的利空都消化完毕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连买 很多股票你会买不到哦 为什么 你要知道哦 8月初先跌这一段 是因为降易嘛 引发大跌 请问你告诉我 跌完了没 他跌完了啊 后面有在大跌吗 没有哦 都在盘底 都在盘等 而在过程当中 全部都利空 因为大家 全世界人都知道 9月份要加关税 我问各位 如果全世界所有人都知道 要加关税 那个叫做利空吗 他就不叫做利空了 因为他已经反应在股价上了 有没有 所以如果未来要再降 2码或2次 会不会大涨 那请问你告诉我 会大涨那你买不买 你去看谁在买股票 你去想谁在买股票 政府就不用讲 政府每天都在买股票 对不对 大股东也在买股票 内资通通都在买股票 资金回流 5千多亿 有没有 连巴菲特都在买股票 这其他我们不讲了 一堆人都在买股票 一堆一堆买盘 这不贼述 所以结论来了 为什么要买股票 很简单啊 利率要降四码 他要求 大摩说FED要加快降息 零利率恐怕重现 9月 跟10月 会连续降息 甚至明年还要再降四次 好所以结论是什么 利率越来越低 市场的钱就越来越多 大家就会越来越想要买股票 而且很多中长期的基资金 都已经进来了 我问各位 你要不要买股票 老师啊 我怕我就不知道要买什么 我买的股票就不会表啊 你买的股票就不会表 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预告 我告诉你什么会表啊 我没跟你讲吗 我跟你有跟你预告 我每天说 老师事情就是要喷 就是要喷的事情 有没有喷今天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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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创波段新高啊 照问一下 这样不好谈吗 这样我没讲吗 老师你一举一个圈给我看 这切切切切片 我都讲在前面 为什么你会大转 老师你跟我说 麻烦导播 你什么 为什么就是要喷 为什么我要带你买这支股票 来 我为什么要带你买这支股票 来 我们先公开 他叫做世新 他叫做世新 就是要喷 老师啊 那就是要喷 那底部对不对 底部没人要 我要 老师啊 这没噴啊 这一看都没噴啊 来 会不会喷 来 洗很久了 或也吃完了 所以他要喷了 所以我就跟你分享 就是要喷 世新 欢迎照回到现场 有没有噴 是不是就是要喷 对不对 我都给你预告 你跟我说什么 哎呦老师 怎么没表 你还有掌银盘吗 拜托的 创新高 在震荡的时候 老师又翻黑了 你看都没有表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一张都不卖 为什么 老师 为什么一张都不卖 我上底部有没有告诉你 就是要喷 我的看法完全不变 有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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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隔天掌停板 再隔天创新高 再隔天那股暴跌 再创波段新高 你有看到每天在表 老师去这么多 藏仔还创新高 今天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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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事先 再创波段新高 请问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大赚 老师啊 通常要咧嚣 对不对 你还有看那股票 每天去的 每天廟的 这样不好赚吗 这样不好赚吗 我觉得很奇怪 就问的 这样不好赚吗 那你怎么都不来 你怎么都不来 你怎么都不来 你都不来 你都不来 我这很奇怪 我整天叫你来 我提到就是你的 你来啊 你为什么不来赚 老师 我都不知道要买什么 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 我跟你分享 超级大闪电 不用甩台股 老师 为什么不用甩台股 他要噴了 不用甩台股 他就是要喷 他叫做超级大闪电 最新最强最标最厉害的股票 他叫做超级大闪电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你买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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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啊 超级大闪电 三个超级大闪电 我再举一个例子 这期就是闪电一号 这样有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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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万变 两百万的 闪电一号的 精测 这样有标不 请问你告诉我 我还要花一大堆时间告诉你 他怎么标 他怎么怎么贪 你的一千万 你的一千万 都已经变成两千万了 对不对 我当初跟你说 麻烦导播 你是什么 确定这样一马的 然后我问你这个问题 有谁不知道的 你就算不知道 你也知道颜色吧 你也分得出来吧 我就带你买这支股票 我就带你买这支 我带你买这支 这支叫啥 这支叫啥 闪电一号 精测 答对 送你 标起来就跟闪电一样的 超级标股 老师啊 这不是真的标 来 三角形 重点来的 它是历史谷底 然后出现大三角整理突破 有人告诉我 老师很贵的四百多块 我在想第二遍 它高的时候 是一千五百多块 现在是在历史谷底 然后进行三角形突破 可不可以买 当然可以买 我跟你分享 闪电一号精测 要火山爆发了 欢迎再回到现场 那有清澈吗 我告诉你 还改成我们是你 一千块都买两千万 对不对 有没有标 闪电药 对不对 闪电药 这支叫啥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股票叫什么 它叫做超级大闪电 不甩台股 就是要喷 你说世心 老师 就是要喷 没有赚到 那我告诉你 超级大闪电 它 就是要喷 最新最强最标最厉害的股票 我跟你说 老师要喷 对不对 我问你 有没有喷 有没有喷 今天怎么样 今天差一点掌银板 有没有喷 来 有来 有来 就会大赚 有来就会大赚 那你来不来 我再强调一遍 再讲一遍 这次你一定要来 超级大闪电 不甩台股 它就是要喷 最新最强最标最厉害的股票 你不要说老师 一千万都买两千万来精测 这不算啥 闪电一样 我告诉你 这支又超级大闪电 为什么精测不算什么 你会发现 今天的泰塑又创新高 今天的泰塑又创新高了 今天的操纵又开始飙了 问题是你已经买不下去了 有什么我要把他系在这 操纵泰塑 他们这两天都在涨 我当时什么时候告诉你操纵的 不要滚了 我什么时候跟你讲泰塑的 今年的主打是哪一档 这一支 三月底的时候三十几块 六月六月初的时候 又再跟你讲一次 标到现在一百多块了 一倍了三倍了 三倍了 为什么 我说你一定要买这注票 超级大闪电 精测不算什么 一千万买两千万也不算什么 这支是什么你一定要买的 你知道吗 操纵跟泰塑 狂飙模式即将引爆 如果泰塑操纵 你忍不住 老师啊 精测一百万变 一千万变 两千万 不够看 你买一支 你来买一支 超级大闪电 最新最强最标最烈的股票 小心一路大喷 瘋狂飙涨 轰动全市场 再讲一遍 电话打进来 标股之来来 让你快速发大财 因为 提到就是 你的三倍都没收 你今天来就对了 赶快把超级大闪电 带回家 一通电话 拿掉标股 就让你大赚 超级大闪电 今天直接送给大家 打电话 进广告 5858 8512 5858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规划全方位的理财策略 掌握全世界的经济脉动 啟动全市场最严密的机器 创造全市场最要点的绩效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决胜188专案 买在别人不敢买的低点 卖在别人不相信的高点 把失去的一次叫回来 胜利专线02-8512-5858 日适度运动 均可以食 耳朵三少 截掉烟与酒 Control 征换病 停医生的话 早晚凉血压 抗制要打标 对抗沉默杀手 謹记血压3C管理 标普特快车 欢迎到回到现场 如果你不贪就钱 今天你一定要打电话来 你真的贪到了 今天一定要打电话 你一定要来 不用客气 不用想太多 你来就对了 赶快把我跟你分享给它带回去 明天赶快去买 因为后面你准备要大赚了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有钱大家去赚 有钱大家去赚 你三个都卖心了 你来就对了 赶快把它带回去 因为我不相信你赚不到钱 那种行情 这么好的高标 你都没贪到 没贪到没贪到 我跟你分享 超级大闪店 你一定要把它带回去 就像我前面跟你讲什么 精测嘛 我每天介绍 说得有嘴 说得好 说得好 这要太暖了 什么叫价值千万 你一定要赚 笑没关系 别人要笑就都要去笑嘛 有没有标 标完有没有再标 老师大跌 美股大跌 有没有再标 有没有再喷出 神准今天有没有再标 神准有没有再标 神准有没有再标 心向有没有标完又再标 创波段新高 还原全职改写波段新高 你说哎呦老师今天拉下 股票就不可以下去就对了啦 那不可以下去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齁 你们老师那股票拉下 拜托 那股票每天去 每次都标啦 价值千万 你一定要赚啦 就像我前面 我跟你讲 科家也是一样啊 我还没跟你讲 我一定有跟你讲嘛 我一定有跟你讲嘛 是不是在这 还没标的 好来 都没有人要哦 隔天破底哦 那种球 老师啊 你的股票绕赛 有没有 拉尾盘 有没有 撒下来拉尾盘 这隔天嘛 昨天幾乎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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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是不是又准备要标了 是不是准备要噴出了 是不是你又开始赚钱了 哎 我不是这次在跟你讲耶 我上次跟你讲的时候 上一次我们赚多少钱 上次赚到会烙的海啊 我老师四十几块跟我讲 讲了一个礼拜 噴出标到快七十块 四十几块买的 所有会员全部大赚 标到快七十块 老师你给我说 麻烦导播 我就带所有人去买这支股票 他叫做急速狂飙 如果他会喷出 你买不买 老师啊 今天假的 我就带所有的会员去买这支股票 你如果有抗讯了 你今天一定都收得到 你有抗讯 你今天一定收得到 因为我就带你买这支 我昨天跟你分享这支股票 我就带你买这支股票 他叫做 客家急速狂飙 老师啊 为什么要买 来 看得到 这里大量区 主力进货区 这里又出现大量 主力进货区 现在押回来 回撤警线 像我那个叫做什么 他叫买点 这叫送分体 这起飙点 急速狂飙 跟你分享 昨天跟你分享 代理买进 客家急速狂飙 欢迎在回家上 有没有狂飙 有没有让你赚到快发疯 是很多股票都是 买完就会狂飙 飙完还会再飙 你不然不然 你叫个操纵 标到哪里去了 泰塑标到哪里去了 泰塑标到哪里去了 我老师真的买不下去 我知道你买不下去 我叫你去买精测 你老师精测 我不要启笑 精测第二 来 我让你看 我带你买什么股票 这样好不好 我叫你买什么股票 我带你买什么股票 好吗 他叫什么 为什么叫做精测第二 哎 现行跟筹码 都跟精测一样 自威 来 我让你看 是什么叫做自威 你看 是不是叫自威 是不是大底突破 即将要喷出的历史谷底 准备要喷 他叫做精测第二 预约下一个狂飙 他喷定了 自威精测第二 有表没有 到底有表没有来 你自己去看 你跟他说什么 哎哟老师啊 你的股票怎么会刺赛 刺完再刺整班 又刺整天啦 拆拆拆拆到买拆 有没有 开高走低没人要 找问 有表没有 今天 8月29号礼拜四 这自威啊 不用猜啦 你都不用猜啦 差点亮灯掌银板 有来 就会大坦 来 是不是又开始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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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有来 龙中大坦 请问你 你要来不 你要来不 你今天来哦 你今天要拿这支股票 因为他叫做超级大闪店 超级大闪店 不甩台股 他就是要喷啦 老师啊 就是要喷哦 啊 就是要喷不是世心吗 就是要喷啊 就是要喷啊 真的就是要喷啊 喷到今天你又在喷啊 你有来吗 穿到快发疯了 对不对 就是要喷 那超级大闪店呢 不甩台股 他 就是要喷 最新最强最标最厉害的补票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哦 所以你什么都不用想啊 你来就对了啦 你来就对了啦 拿到就是你的 因为我的存在 就是要帮你赚到钱 你如果要买到钱 你今天做一件事 对吧 卡电回来拿这支股票 我要跟你分享 你不用怀疑 我要把它送给你 他就是超级大闪店 不用甩台股 他就是要喷 最新最强最标最厲害的股票 这支股票我要跟你分享 清楚 一千万变两千万 这样有表不 这样表不表 他叫做闪电一号 你也不可能这个时候又跑去买 对不对 除非他有拉回 有拉回我们再来找机会 没拉回怎么办 老师我买不到 越来越贵了 要怎么 一千万都变两千万 要怎么 他叫做闪电一号 我告诉你不算什么 他这个还不够看 老师这样还不够看 一千万变两千万 这一支采购看 他叫做超级大闪店 为什么叫操纵泰塑 来 因为操纵跟泰塑的狂飙模式即将引爆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操纵的 即将火山爆发 我之前怎么跟你说泰塑的 魔鬼大风暴会飙到疯掉 会飙到疯掉 会发疯的泰塑 跟你说两次 他们是怎么表的 我不用再赘述了 表几倍了 泰塑是从三十几块标到一百多块 现在你买不下去了 泰塑跟操纵的狂飙模式即将引爆 就在这打股票 他叫做超级大闪电 如果就是要喷 你没贪到 如果金测闪电一号 你没贪到一千万变两千万 那这支股票你就一定要买 一定要买 一定要来 你一定要来 一定要去买这支股票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卡电灰 来拿这支股票 超级大闪电 不用甩台股 他就是要喷 最新最强最飙最厉害的股票 就连金测都不算什么 因为他叫做超级大闪电 小心一路大喷 我们疯狂飙涨 轰动全市场 今天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赶快打电话来拿这支股票 拿到就是你的 都不用拆了 都不用想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赚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想要 只要你有来 电话只要快通 今天不限任何名额 全限开放 没有任何门槛 没有任何限制 只要电话拨得通 只要你有来 电话快通 免费 送给大家超级大闪电 让你泰甲手机 赶快打电话 主管操作理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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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